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开心坏了 可惜的是就是他等他生日那天嘛 他说他要过生日嘛 说我这拿几百块钱 拿几百块钱可好 我在宿舍等他整整一天 他拿那钱跟他那些朋友们一块吃喝玩乐去吧 把我依人到宿舍里了 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你这么说想要我是什么人呢 上世前两天我肚子疼 给你发短信不回 打电话不接 我宿舍了给我买药 我吃了糖 半天你给我说你忙了 因为对男朋友我安心嘛 你时间不花给我 你这么冷落我 我就不能冷落你一次嘛 那天我在打工嘛 因为给人家正在租家叫 都已经很晚了嘛 后来看到他那微接电话之后 回来之后赶紧给他打电话 通过跟他宿舍的人了解情况之后 我就不信你忙了 连回国短信时间都没有 确实是我错了 回去那天晚上赶紧给他打电话 道歉 我以为这事就那么平息了呢 结果人家还耿耿一块 第二连三的后边 给他朋友一块吃饭啊 聚会啊 就根本就不叫我 别忘了有没有时间 讲话公平一点好不好呀 每次我都叫你 叫你一次你忙 叫你一次你打工的 我老是热脸贴你冷屁股 我都贴了我心寒了 我懒得叫你 他不是说拿了你的钱 跟别人吃饭而不叫你吧 还是就是人家吃饭 不带你吃 一开始是叫我 但是都是因为我有事 我在打工嘛 那他动不动跟我要钱 我不能说不给吧 动不动就要钱 对啊 干嘛呢 就是一些吃饭啊 逛街啊都要去啊 他原来买衣服 都是从网上买 自从跟我好上之后 慢慢就是动不动 就拉着我去逛商场 男女朋友逛个商场怎么了 再说张小贤说了 欣赏一个女人的美丽 绝对不是从她 美丽的灵魂开始的 女生外表不需要得漂亮 女人不是男人的面子吗 我打扮漂亮还是为你好 不是你照顾你的面子 你现在哪个哥们不说 你夫妻好呀 不是你照顾你的面子 你得照顾一下 我的经济实力是不是 我钱包一天天的那样 都厚不起来 等于你们俩 经常要逛街去购物是吧 逛街购物给他买东西也好 但是有的时候 他就是感冒 有点无力取闹我感觉 那有一次吧 然后是周末 胃特别疼 就说我这胃特别难受 我不想去了 咱改天再去吧 立马就火了 就跟我闹 那网上都说 爱情谎言就是从逃避开始的 他一开始老是说 他打工忙啊忙啊什么的 后来我一叫他去逛街 他又跟我说 这疼啊那痒啊 我根本都不能确定 他到底是真是假 不过我那天都疼 我想你背了多少这种爱情格言 不是啊 因为我是第一次谈恋爱嘛 然后他老是没时间陪我 所以我都不知道 都是为马呀 然后我就上网啊 书上啊 然后那个空间里啊 心灵机汤啊 什么都都都看看 然后就感觉 他就是爱我不够 明白了 那天嘛 不是说特别难受嘛 后来我说 那算了 要不然我给你钱 你去拿那钱 跟你朋友一块去逛街吧 那才高兴了 就我给他四百块钱 一下我就进去了 那钱花在你身上 我也开心 我也乐意是吧 毕竟他是我女朋友 但是人家说 那个那钱不仅是花在他身上 好多都花在他那些朋友身上 给他朋友们买这买那的 是说我给他那个付出 他是我女朋友付出 我是给心甘情愿的 我关键是那天 我朋友没带钱啊 你作为朋友 你不应该先出了点吗 虽然说 你对我朋友什么态度 就可以反映出来 对我什么态度 爱情的管度 就可以反映爱情的深度啊 还背了一些 什么的 背了哪些 这些不是 就是 就是感觉到非常有道理啊 因为什么 你觉得最有道理的是哪句 能够拴住一个男人 胃不是关键 钱包是No.1 只有一个男人 对这个爱情当中 投入的成本越高 他越舍不得离开这个恋爱 你还背过谁说的话 我就不是背过 我就是 我就是